2023年3月27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部分内容如下 法新社记者提问 中国有关当局上周一关闭了 美国禁职调查公司 美斯明智集团北京办事处 并拘留了5名中国籍员工 外交部能否提供相关消息 毛宁表示 经向有关部门了解 有关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罪 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